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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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監控殺到 CCTV生產商被美列入黑名單 美國強勁打工續強積金 現遷途潮 港府反駁貨櫃碼頭 跌出十大引熱議 各位夭偷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徐士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0日 星期六 歡迎收聽《香港簡訊》 今天節目開始前 我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 來自美國加州的謝女士的真實故事 謝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傷 當年來一直忍受著失蓋的疼痛 然而一切起她開始嘗試 三公代謝保後發生了變化 現在 給我們聽下謝女士的親身體驗 三天 吃了三天就已經走到 很神奇 我也覺得很神奇 吃了三天我就能走得到 走得到上去又不痛了 膝蓋 她的改變 不僅體現在現在的行動上 她的夜間睡眠品質 也有了顯著的提升 終於擺脫了多年的夜尿問題 我現在這三天都沒有夜尿了 我不知道醒 一邊睡到天亮才醒 睡六個鐘、八個鐘才醒 所以我又不需要去夜尿了 多謝你們 現在幫了我的大忙 都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謝女士的經歷為我們帶來了希望 提醒我們 無論面對怎樣的健康挑戰 總有解決之道 如果你或你的親友正在經歷類似的情況 不妨考慮嘗試三公代謝保 更多詳情 請造訪健康520網站 如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520網站提問 將有專家團隊為例解答 請注意 謝女士的故事 反映了她個人的體驗 結果可能因人而異 我們鼓勵消費者 在嘗試任何新的食品補充品前 諮詢醫療專業人員 港府早前公布今年將分階段 在各區安裝2,000個監視器 並在3月率先在旺角安裝15個鏡頭 作為技術測試 有港媒調查發現 新裝監視器的鏡頭生產商 是目前已被美國連入黑名單的海康威視 香港旺角街上 這個月被陸續安上多個監視器 港媒雜誌社19日報導指 該媒體記者在旺角 找到9處設有新裝的警方閉路電視 除一組閉路電視安裝在洗衣街花園上蓋 其餘8個地點的閉路電視 都外設在燈柱上 雜誌社記者發現 其中位於通菜街與新東街交界的燈柱 屬於自圍燈柱 而在2019年 多功能自圍燈柱 技術資訊專責委員會已經決定 自圍燈柱 器用全景攝像機 時任資訊科技總監當時指 基於市民不接受 故自圍燈柱不再安裝與私隱有關的裝置 雜誌社記者 根據新安裝的鏡頭型號搜尋 發現生產商為中國大陸的海康威視 根據該廠的網頁 鏡頭支援全景拍攝 人面捕捉以區分人車 夜景拍攝等功能 翻查資料 海康威視目前被美國列為黑名單 其4家子公司 被美國商務報紙 涉起新疆參與監控侵犯維吾爾族人 租美方制裁 雜誌社向警方查詢 在自圍燈柱上安裝閉路電視 是否通過第三方的審視評估 以及是否有為2019年委員會的共識 警方回覆稱 所安裝的閉路電視鏡頭 只會拍攝到公眾地方 又強調應用任何科技 在執法工作時 必定會符合相關法律 無用置疑 香港一向以犯罪率低見稱 警方卻計劃今年內 在各區大規模安裝閉路電視 也發外界強烈質疑 旅居自離的中國問題學者 陳道銀早前對美國之音表示 閉路電視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 關鍵在於安裝的目的 是為了保護公民權利 還是維護政府的公權力? 陳道銀說 香港殺行的是普通法 對公民有很多救濟措施 但自從23條立法可以看到 港府更多的是從一些限制性角度出發 使人擔心他們會從公民本位的邏輯 走向政府本位的邏輯 最終天眼系統反而成為 所謂國家安全最大化的工具 日本香港民主聯盟則行長 李以東則擔心 港府的真正目的是建立大資料庫 配合《基本法》23條 打擊此不同政見人士 李以東指 在中國的新疆和西藏 閉路電視的規模已經非常龐大 非常成熟 再加上肢體辨識技術 即使你沒有把面露出來 他們也可以找到你是誰 不排除同類系統以後 也會應用是香港 未估為今年表現最佳的 已發展市場之一 吸引本港打工軸 強積金出現千套潮 強積金研究機構積金評級指 美國股票基金在第一季 估計淨流入約91.6億元 是5年以來 歸度平均淨流入的4倍以上 相反 中國股票基金淨流出 30.55億元 是各類基金中走資最嚴重 分析指 美國近來表現強勁 以及本地股市表現持續令人失望 令強積金資金轉至美股 積金評級表示 今年季度強積金淨流入 股算約138.8億元 其中 美國股票基金吸引了前所未有的資金淨流入 估計達91.6億港元 是過去5年以來貴度平均淨流入 21.3億元的4倍以上 排第二是核心強積基金 第三是環球股票基金 第四是日本股票基金 積金評級又指出 在各類基金中 香港和中國股票基金出現最大的淨流出 達30.55億元 積金評級主席 崇川普將這一令人關注的趨勢歸因為 去年有多隻美股基金推出 美國近來表現強勁 以及本地股市表現持續令人失望 不過 崇川普提醒 當前流入美國股票基金的時間 和規模令人擔憂 建議強積金成員應專注於長線和多元化投資 而不是在一個非常集中的市場中 追逐短期回報 另外 據強積金顧問機構交局公布 4月截止15日 強積金下跌1.4% 人均損失3,608元 美國股票基金錄得相對較大的跌幅 下跌3.5% 香港股票基金則有輕微上升 上漲0.1% 不過 如果計算2024年初至今回報 美國股票基金回報率仍達6% 港股基金則下跌3.1% 香港自疫情結束後 經濟復甦乏力 私人亞洲金融中心的港股日吹暗淡 行指去年連續第三年出現雙位數跌幅 約絕全球主要股市 今年港股退勢也慢慢加劇 台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日前在網路節目指 港股約有65家公司 罕見感未準時公佈2023年財報並宣布停牌 包括碧桂園等房地產和電動車公司 另外港股近期憑出現跳水且無回彈勢力 顯示中國的內需情況十分嚴重 謝金河對此感嘆 浪奔浪盡又是時代眼淚 香港貨櫃碼頭吞吐量年年下滑 據研究機構亞爾法線最新的統計 去年已跌出全球十大 運輸和物流局連夜透過社交媒體反駁 稱不同機構排名有差異 又表示不應只著眼於港口貨幣吞吐量下跌趨勢 相關言論引發網民熱議 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亞爾法線日前公布2023年 全球貨櫃港口排名 香港下跌一位排名第十一 是有紀錄以來首次跌出十大 對此運輸和物流局18號9點在面書貼文 引用2023年新華菠蘿的海 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指香港航運綜合實力 和船博註冊總噸委計全球排名第四 以支持香港 仍然是世界領先的國際航運中心城市 鐵文又說香港港口的實力綜合而全面 不應單單以吞吐量排名去量度 又指根據國際航運業權威媒體 盧俠社名單計算 香港在2022年排名第九 雖然2023年數據仍未公布 但局方估計香港將排名第十 這星期一 香港國際機場年內處理的總貨運量達430萬公噸 再度獲選為去年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 運輸和物流局局長林世雄立即表示感到鼓舞 數日後 港府以另一姿態回應碼頭吞吐量下跌 引發大量網民質疑和嘲諷 有網民反問 不計吞吐量計什麼?難以國家安全來量度? 也有網民暗諷 一邊宣傳香港機場貨運量第一 一邊又說不應單看碼頭吞吐量 無疑是雙重標準 還有網民批評 輸打贏要 香港有這班官員 港人真是要自求多福了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